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资源都是在淘宝下单传运到澳大利亚悉尼的 这些外包装都已经被开箱过了 我要做的就是拿剪刀把这些塑料薄膜拆一下 第一个要开的是两张地图 一个是中国地图还有一个是世界地图 一边拆箱就一边跟大家来聊一聊 今年我是在一所门特梭利学校教中文 那我自己原本的计划是在这所学校开展 真正的沉浸史中文教学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以至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录过一期比较正式的教学类 或者其他学习类的教学视频 但是现在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已经可以handle学校的一些长工作了 所以又继续给大家来更新 汉语教学 海外留学 以及学习方面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中国地图 它主要是以磁铁的形式 是锡在上面的 我可以把它掰开 底部是磁铁的 木头做的 质量还可以 我在网上找了非常多的中国地图 世界地图 不是地图上的文字或者图画 太简单了 就是太复杂了 我这个学期教的学生呢 几乎都是西方学生 一整个学校两百多个人吧 大概也就五个左右的亚洲学生 而且都是没有中文背景的 那对于他们来说 比较fancy的这些图画 还有比较大的这些汉字 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最需要的 那如果有的老师 你的学生是大学生 或者本身就有中文背景 或者已经学过中文 可以再选择更加适合 你的学生的地图类教学工具 总的来说这个地图它的模块味道不是很重 但是在我拆完以后再往回拼装的时候 会发现每个省份之间的边界的部分 不是很好拼接 比如说我在拼浙江省和江苏省的时候 这两块的边角的部分太细了 如果它更圆润一点 可能会更容易拼接 所以如果学生从上到下 从左至右或者从下往上拼接的话 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如果把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一块挖出来 然后再让学生往里拼装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如果大家在海外买类似的可以自由拼装的这些地图 最好注意一下 中国的这两个大岛屿是不是在地图上被标示出来 同时商家还附赠了一个小袋子 可以把这些地图装在这个袋子里 以防丢失 还附赠了这个可以把地图撑起来的支架 如果老师们对这个地图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购买链接 世界地图我就暂时不拆了 你就大概看一下 在亚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有熊猫 有北京的天安门 在每一个不同的大陆上 也有它特有的图案 比如说俄罗斯套娃 在澳大利亚有考拉 在南极州有可爱的小企鹅 接下来要开箱的是我最最期待的一本书 《文化都在节日》里 它是一个互动立体绘本 这是陕西的蔚来出版社的 我其实长期都在找这种可以玩的绘本 整个分面就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新年的气氛 在背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大致的内容 这里介绍到近50款互动机关 大家可以抽出这些立体机关 也有一些比较主要的人物 比如说这里有一只叫做小白的狗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片里找一下 我们把书打开 欢欢喜喜过春节 我们来玩一下 这里有一户人家福字到贴 福气到家来 我现在把这个房子打开 就可以看到在正月初一 大家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新年起床头见时 见到长辈把年拜 拜年的习俗 那这一整个屋子里 一大家子每个人都在做关于过年的事情 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在堆雪人 这是一个老鼠的雪人 可能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呢 是鼠年 大家在上课的时候 可以跟学生们介绍一下十二生肖 好 我把这个打开 这里写了古人挑选十二准动物 用他们给年份命名排序 于是呢有了十二生肖 大家找到自己的属相 在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街 街道上有非常多的店铺 每一个店铺都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先把年化的大张家的店铺打开 这里介绍了一个关于财神的习俗 在老罗家的面具店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女娲创世时在六天中先后造了鸡狗猪羊牛马 所以人们将正月初一到初六命名六处日 这个是我还不知道的一个文化背景 所以呢作为老师来说用这本书也可以很快的来补习自己还不知道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是整个可以拿起来的 这个龙是会冻的 做的还是挺生动的 我把它再翻过来 这里有红红火火闹元宵 就可以看到关于元宵节的各种习俗 这里还有一个大花轿 这里有个箭头 我们看一下 这是左右洞的意思吗 哦 哎 这个是太生动了 我自己都可以玩好久啊 这个又是什么 这是灯 哦 不是 这是打灯迷 元宵节后大地回春草木门新 哦 大家都在剪头发 看到好多Tony老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把这本书做成一个系列视频 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 或者呢 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可以在淘宝搜一下这本书 文化都在节日里 我记得这家店铺还是有挺多有意思的教学工具的 找到好多隐藏的可以玩的东西 好 这个星星可以亮 哎 这个设计太酷了 嗯 这里有什么呢 转盘 真的是太酷了 爱不释手 好 我们马上到最后一个吧 哎 等一下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大家伙 哇哦 不得了了 一家人吃团圆饭 还有背景是春节联欢晚会 太酷了 我这个桌子太小 没有办法完全展开 最后呢 我们来开箱这个日历啊 是幼儿园还是高中生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warm up的时间啊 我一般都会问一下今天是几月节日的天气怎么样 现在在用的就是比较普通的历史的速分类的工具吧 有了这个工具以后上课的warm up应该会更加的有趣一些 我把这个掰下来 月份啊 一月 这个也是磁铁的 让大家撕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啊 觉得质量非常的一般 这个可能是根据季节去标的这个颜色 比如说在中国的冬天是12月1月2月 所以它标了蓝色很有可能啊 嗯 阿拉利亚不会下雪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用不到了 我一般在warm up的时候问天气 我都会是晴天 还是多云 还是下雨 或者是有风 基本上这四个就可以了 我把这四个都放在一起 那上课warm up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问今天是几月 三月 几日 三月一日吧 星期几 星期一 季节 澳大利亚现在是秋天了 心情今天非常开心 天气怎么样 今天外面是晴天 可以跟学生一起互动的这些教学工具 如果老师们有更好的资源 也请在视频的下方 或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留言 可以把它们分享给更多的老师和家长们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类似的视频呢 请给我一个like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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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